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好,歡迎回到MHKTV經濟頻道《迷來世界》第三節,我是見紫 我是少夫 我是映瑜 刚才少夫说到一个因人东道说 这是不可靠的 我也赞同少夫所说 最不可靠的 最不可靠的 他整个说法 都是来自欧阳可量的人 欧阳可量 是听他爸爸欧阳庚所说的 刚才映瑜说到 欧阳庚是因为当时 他去墨西哥 看到一群因报复的印第安人 他们自称是双围文 双待后裔 但如果你去墨西哥 找不到这群人 从来都没有因报复族 找不到这群人 他跟别人说 因报复人或印第安人 打招呼的时候 会说是因地安 你去查一查因地安语 没有一个印第安人 在打招呼的时候会找印第安 如果连这个也不适合 那你的立论基础完全没有了 当然我相信中国人在古代 应该到处都去过 因为你也知道 古代人的航海能力 或者旅游能力 都比我们现代人想象中高很多 他们去过很多地方 是不出奇的 但究竟是否因人 或者是否变成印第安人 这一件事 就没有一个立论基础 或者是一个很坚实的证据 而他这样提出来 当然 作为大家的一个谈知故事 但我个人认为 不可尽信 其实说起因人东道说 关于山海经的研究 除了因人东道说 也有很多其他的说法 譬如我们去一去图 这个说法非常之厉害 为什么呢 就是有一帮叫做 基督教大陆基督教学者 他推论山海经里面 山海经的大方经 提及那个叫昆仑之虚的地方 他就说 西方没有住在那里 是的 他就说这个昆仑之虚 其实就是圣经里面 伊甸园的所在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其实很简单 有一个很强的例证 就是说当时的山海经里面 关于昆仑之虚 他就提及他里面有四条河流 四条河流 就是这个洋水 赤水 黑水 和墨水 墨水是不是写字的墨水 是黑色的水 黑水 这是墨水 是的 这个是河名 但是不是用来写字 不是用来写字 这个墨水 墨水就是 古代中国 会用这样来称呼河流名 然后他们去考据 他们去考据 基督教圣经里面 伊甸园的地理位置 创世记里面也提及了 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 就是底格里斯河 佛拉底河 基训河 基训河 其实全部都是中东 身住屋里面 是的 基训河 基训河 和基训河 其实是 找不到那条河流水 但是呢 如果考据当时的地理的环境 就会发现 比训河 这个图里面 比训河 其实连接什么地方呢 就是连接这个古代摩西 大埃 以色列人村埃及 会经过的一个很出名的地方 红海 红海 如果一条河经过红海 就是赤水 然后 底格里斯河 佛拉底河 他们发源地在哪里呢 土耳其对上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呢 黑海 是的 是不是叫黑水 是的 黑水 我们都会相信 那些学者相信 另外应该有两个大型的湖泊 或者河流发源地 是经过地形变更之后 已经被淹卖了 但是 他就说 其实 伊甸园里面的四条河流 就对应坤伦之虚里面的四条河流 其实也不止这个证据 因为 在世界各地的神画 亦有很强的护文性存在 但是这些护文性 通常都是小小的下落 唯独是伊甸园的神画 和这个坤伦之虚的护文性 是非常之强 因为 根据圣经创世纪 上帝将阿当红下落 驱逐出伊甸园之后 他就派了一个天使 叫基路伯 是火焰之剑 对 基路伯 看守着这些东西的入口 我们去下一幅图 这个基路伯 是什么形象呢 在圣经以西结书里面 提及 基路伯 是拥有四种动物的形象 它拥有狮子的身体 它拥有狮子 牛 老鹰 人类的身体 和头 很多对翼 是的 下面 它拥有自天使 跪在老的位置是以西结 没有错 没有错 说回以西结 它不是属于正统圣经里面的 它是属于刺经还是魏经 是属于以西结书 其实以西结书 没有记错 是属于教育圣经里面的 另一本 很容易混淆的 就是另一本 另一本出名的魏经 叫以乐书 是以乐书 没错 记载上帝的子民 天使和人类生子的 产出巨人族 但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 基路伯 是被上帝命令看守东方 有四把火焰之剑围绕 而山海经大方经里 提合的昆仑之墟 在他的东方 亦有一只 瘦身人头的神兽 下一幅图 叫做开明寿 就是负责看守昆仑生的东方 因为在大方经里面 昆仑之墟是什么地方 昆仑之墟就是天帝的下刀 就是天帝在凡间的刀城 这个描述也跟这些很吻合 而且在昆仑之墟的外围 亦有火焰燃烧的树木围绕 也暗合了基路伯 拿着四把火焰之剑去看守 这些东方的说法 这个描述都很相似 是的 其实重点就是 我们看《山海经》 我们经常发掘到一轮半爪 我不会说《山海经》的全本 都是会描述我们地方的人文化 但我们经常在《山海经》里 找到一轮半爪 都是能够知道这件事 在世界各地其他地方的地理环境 神话或者历史里面出现过 另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很重要的例子就是 大家可能打机 或者看《圆幻》的剧集 看漫画都会听过 《山海经》里面有个战神叫《迎天》 是的 凌亦没有干涉 猛至故常在 是的 这是《进途冤明》所写的《独山海经》十七首 没错 我也很欣赏这首诗 是的 你看到《迎天》 迎天是什么呢 迎天就是当年 跟天元皇帝争夺帝位 在打仗 迎天完全不够打 被皇帝砍头 砍头下来 但他砍头下来之后 他仍然不服输 是 不奋气 他就变成什么呢 他就以双鱼 即是两颗链做眼睛 眼睛 是的 以耳为嘴 肚耳变成口 握着刀剑继续舞 即是继续舞 即继续舞刀剑继续舞 是被称为 中国历代 即是神话里面 第一战神 这是迎天 但是无独有偶就是说 迎天无干斥 万之孤尚在 在非洲 亦有一个传说 叫做布雷米斯人 下一幅图 麻烦 你看到图里面 就是这个 布雷米斯人 布雷米斯人 是什么人 再下一幅图 说起布雷米斯人 我只得要说 这个克里福德地图 克里福德地图是什么 就是 十二世纪的时候 在伦敦的一间修道院里面 发现了一幅 古代人画的 当时史称的世界地图 其实可以摇摇相对 山海经 就是一个是 东方观点的地图 也可以说 克里福德地图 其实就是西方的山海经 是 克里福德地图里面 很有趣的地理位置 东方 即是上帝的方向 就是在上面 克里福德地图 有记载着 当时欧亚大陆 很多很多神怪 奇幻的生物 其中有一群 就是住在撒哈拉北部 母头的 非常之喜欢食人 和非常之好冬斗痕的一群怪物 就是刚才 就是刚才的布雷米斯人 其实很有趣 因为有些学者研究 就说 其实迎天和千元皇帝之战 就不是两个人打架 是两个部落的战争 是一个小部落去对抗 当时已经是天帝 已经是天下共尊 天元皇帝 那无独有偶 其实在历史上 亦都有布雷米斯人 这个种族 他在公元前三十年 就是一个 在苏丹地区 即是北撒哈拉 一个非常之 是一个小数民族 这个小数民族 就当时是不停挑战 当时的强权 罗马帝国 希望罗马帝国 争夺天下的霸权 这个也是一个例子 去证明 《生日经》里面 会有其他 领域或者其他地方的 一些神话或者文化 是流传了下来的 是 亦都去到 亦都去到 另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 《山海经》 不好意思 我一定要看照 因为太多資料了 古文实在太难 其实我听过 这个迎天 在西方的国家 是有类似的 一个生物 和迎天 是很相似的 亦都有翼 有毛 而且是红色眼睛 而且他们真的 会拍成了一部电影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但是他们的寓意就是 这个西方 类似迎天的物体 一出现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灾害 所以是一些 他出现的时候 就是一个不祥的寓笑 我知道 你说的是天鹅人 是的 天鹅人 是的 他是拍成了一部电影 是的 天鹅人就是 一个美国的都市传说 亦都说是真的 因为有很多目击事件 是 他们的形象 其实都和迎天 是有少少相似的 因为大家都是 好像身体已经是 没有头 好像是没有头 然后身体好像是 相遇是眼 是很大的 不过 迎天是没有毛的 而他是有毛的 是的 这一点上 大家有些不太相似 不过 亦都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就是说 其实 山海经里面记载的一些 动物 或者是怪兽 不论在这个 非洲 或者在这个 北美洲 都可以找到它的对应 其实不止 其实山海经里面 还有另一个很经典的线索 很重要的线索 一定要说 这个就是 因为这个是我初来看到的时候 都很惊讶 因为在山海经的中山经里面 究竟是什么 山海经的中山经里面 我去一去图 山海经的中山经里面 中山经里面就说 梵博山之首 梵十五山 梵博山 梵博 宠也 方其下 而瑞其上 是 大家听到这个方其下 梵十五 有十五座山 可以简单解释一下 它的白话是什么意思 即是它有一个叫薄山的地方 以薄山为首 有十五座山 十五座山 都是历代 皇帝的坟墓 而这些坟墓是什么形状呢 下面是方的 上面是尖的 而同时在很多的中国古籍里面 我们记得下雨 即是大雨至水 創立下潮的下雨 不是事底下雨 下雨它的坟墓 叫什么名字 叫積石山 我们顾名思义 即是用石堆砕而成的山 对 堆砕而成的山 在现代中国有一批学者 其中一个学者很出名叫龚玉海 1995年写了一本《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迷》 它指出《山海经》里面所描绘的方旗下 而瑞其上的坟墓 其实就是埃及的金字塔 哦 因为也很像 方旗下下面是四方形 其实不止很像 而重点是我们在中国是完全找不到相对应的遗迹 哦 是的 如果要在最近地方 我们正在埃及才找到相对应描绘的事物 类似的 相对应的事物 当时的龚玉海 当时的学者就说 其实会不会是埃及的文化 其实是来自中华大地 会是中国人的埃及文化始祖 我个人是不同意这种说法 是 其实我们看回证据 我们看到《山海经》里面有非常之多 关于世界地理文化神话一轮半爪 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去推论 或者其实我们有可能相信一件事 很多《山海经》学者说 《山海经》是华夏移民说 是 由中原大地的人移民到其他地方 即是扩散不同的地方 是的 但其实会不会反过来 其实《山海经》是什么 是一个华夏终点说 是 是全世界的民族 或全世界的斯民 都一定要来到中原大地的地方 对不对 我很好奇 那为什么呢 如果你提出一个想法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来到这个地方 是的 如果要讲起这件事 我们就必须要提及三星堆文明 OK 可以讲解三星堆文明是什么 三星堆文明是四川古属国的一些位置 就是三星堆 发掘了很多器物 是的 他们就被证实 原来是属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 是属于古属国的地方 好像早过二千年 大概是这样 公元前二千三千年 是的 他们里面的遗识 或者遗物的形状 或者他们的技术等等 诸如柱的东西 其实都跟所谓的中原文化 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去图图看看 这个最出名了 就是三星堆的面具 大家可以看到 面具是大眼的 鼻又很高又很大 嘴又很阔 其实不像中国人 甚至不像当时住在四川 那一块地方的原住民 有些人做过一个对比 他们说 这些三星堆的面具 其实是似什么呢 似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 巴比伦和美术不达米亚那一边 神像的样子 是很似的 有个说法就是 三星堆文化 或者是三星堆 古属国的地方 是不是以前西亚文化 进入中国的必经之地 我们去下一个图 对了 青铜神鼠也出名的 三星堆文化里面出名的 就是说 它里面的技术 就是青铜的技术 和雙陷的技术 或者雕陷的技术 或者它做到青铜的扭曲 那些技术 是古时候中国 甚至现在也做不到的 对了 也是类似西亚的神鼠 对了 对了 这个就是当时的古巴比伦人 它们是其中一个神话传说 生命树 也像青铜神树 很相似的 但是青铜神树的重要地方 除了和西亚文化 或者和西亚神话有关联 他说它的技术是现代做不到的 那是不是代表了一些超 超过地外文明去做的一些工艺品 所以就是说 印证到刚才少夫所说 就是中国终点说 因为刚才少夫所说 就是说 我们不一定要想像成为中国人 或者中国的先民 去周围全世界看过所有东西 然后记录下 所以成为新海经 而可以是说 那些人来到中国 这个地方 然后将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建民 带来中国 由中国的人 或者先民去记录下 而形成新海经 那就是说 其实由一个叫做 中国向外扩散的说法 就变成是世界向中国 走入中国的说法 刚才少夫说到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 再解释多一点点 是的 因为 其实你也说得很好 就是关于西亚文明 如何传入中国的过程 是的 节目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对吧 其实关于山海经的事情真的很多 一集应该说不完 是说不完 真的要说很多集 我想说两三集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跟我们说 我们再做一个续集 是的 而且我也有看过关于山海经的故事 我知道是不止那么少 是的 山海经的故事其实很丰富 相关的推力也很多 是的 没错 那今集就先到这里 那我们下集 我们预告一点 给各位组织听一下 下集我们说什么 下一集 其实跟山海经有很多关系 因为有些说法就是 山海经是外星人或者神 基因改了动物留下的样本的图鉴 那我们下一集要说的就是 更生世野放计划 也就是人类如何去愉悦 踏入上帝两域的方法 听我的名字都知道 好像很厉害 好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